可以了吧 大家上午好 今天呢我们的课程是赤裸疗法 看前呢先检查一下 设备是否正常 声音是否正常 画面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呢 还要刷新一下 一定要设备正常 那我们开始呢 今天的课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上面的这三幅图 这是我们的这个 赤裸放血 你看一下 这个呢是我们的抽气罐 它拔的位置呢 是在我们的颈后部 大椎啊 这个肩颈这些位置 这黑色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放出来的血 放出来的血 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也是一样 这个是大椎屑 这大椎屑 这个地方放血 这边也是大椎屑 然后呢 心疏废疏这些位置 通过这三幅图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放血疗法 放血疗法 它的操作的这样一个方式 就是把皮肤刺破 然后给它什么 淀上罐子 把破水 皮肤处的里面的淤血 给它什么 吸拔出来 这就是 刺血疗法 把刺血疗法 那我们呢 今天就着重的来介绍一下 刺血疗法 它的一些理论 和这个操作 它的一些 方法 刺血 刺落放血疗法 是用三文针 点刺 血位 和前表血落 放出少量血液 以达到什么呢 防治疾病的方法 具有 行脑开窍 血热 消肿 去瘀 止痛的 这样一个作用 适用于急症 热症 食症 瘀症 痛症 等病症 这里 首先已经介绍了 刺落放血的 这个使用工具 三文针 但是我们现在 现在 社会当中 我们呢 这个 刺落放血的话 用的三文针 还比较少 用了这个 注射症头 采血疗 用的是比较多 因为呢 这个种针 比较的细小 利于掌握 因为三文针 它放血的时候呢 刺的会比较痛 在血位处或前表的什么 血落 这个前表血落 你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毛细血管 或者呢 皮下的小血管 然后放出少量的血液 达到防治疾病的 这样一个目的 具有什么呢 洗脑开窍 这里面什么叫洗脑开窍 洗脑 也就是说大脑什么 不清醒 这个人昏迷了 开窍 蹊跷 眼鼻 口 啊 这叫 这就是我们的人体的蹊跷 开窍 就是说他这个蹊跷不通 没有直觉 或者呼吸不力 看不见 听不见 昏迷了 然后昏迷的状态 那这种呢 叫洗脑开窍 就针对这个问题 来解决的 比如说这个人中风 中风以后人突然就昏迷了 歪倒 摔在地上 然后呢 人是不知 那这个时候呢 是 还用放血 哪里啊 人中 或者呢 这个 我们讲的这个 百慧 这些位置 放血 就可以达到什么 醒脑 让他清醒 苏醒过来 开窍 有知觉 泄热消肿 你像在这个大微穴 这个位置 这个都是有什么 清热的作用 清热的作用 你发烧 发高烧 烧到39度 那这个时候呢 然后可以泄热 泄热的话 就采用放血 泄热消肿 然后去余止痛 比如说关节扭伤 脚踝扭伤了 扭伤以后呢 那个肿胀 然后出血 脚踝那个位置都都都 发紫 发黑 那表示里面有出血 出血了 有淤血在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脚踝的位置放血 就可以什么 消育止痛 这里面要注意的就是 它只适用于哪里啊 急症 急症 就我们刚才讲的 心脑开窍的这个脑中风 人突然暗了什么 昏迷 这种就属于急症 就是突发性疾病 然后热症 热症 什么叫热症 就自我 主观 感觉 你自身 身体发热 通过体表 这个温度计测量的话呢 就是高于正常人的体温 36度 比如说 体温达到了38度 39度 这都属于发烧 这种是热症 然后实症 实症怎么理解呢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这个胃痛 我胃痛发作了 这个时候呢 我捂着肚子 然后痛得直不起来腰啊 难受 你脸痛苦的表情 这叫实症 相对于讲虚症呢 就是我胃痛 肚子隐隐的痛 但是我还能什么正常跟你讲课 这叫虚症 这就是实症和虚症的一个区别 然后瘀症 血瘀症 就我们刚才举的这个脚踝扭伤啊 出血了啊 那个肿脏发直发轻 这种就叫瘀症 痛症的话 理解 比如说你这个啊 脖子疼啊 脖子不能转动啊 脖子这个位置疼痛 引起了这个肌肉损伤 这种叫痛症 以上这一类症状呢 我们都适用啊 赤裸放血疗法 那什么情况下不适合呢 正好与这些症状相反的 比如虚症 啊 寒症 就不适合 赤裸放血疗法 一定要注意 因为你弄反的情况下 症状变不清楚的话 再给它赤裸放血 很可能会加重病情 加重病情 好 我们看下一页 何为赤裸啊 何为赤裸 赤裸放血疗法的概念 万病之源在于什么 瘀 这个瘀表示就是堵的意思 不堵的 不冲畅 不流动 人之所以疼痛的部位不同 患的疾病不同 就是因为不同的地方 被瘀血 堵塞 把这些瘀血疏通 购血正常 病症就会消失 人自然就会变得健康而美丽 啊 讲自白癌人就是体内什么 血循环系统受阻碍 血流不畅 产生瘀堵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引发疾病 引发疼痛 然后概念 第一个就是血液清净 可除万病 可除万病 为什么讲血液清净可除万病 我们人体的这个血液循环这个系统啊 简单讲一下啊 我们的心脏像一个发动机一样 它不停的搏动 产生这个杠压 然后把新鲜的血液从心脏里面给它什么排除到排出来 通过大动脉啊 主动脉 刺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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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动脉 以及毛细血管 像周深啊 脏腐组织 各器官组织等等 提供血液 那各组织器官 吸收完新鲜的这个动脉血以后呢 还有代谢 然后又分泌出乳酸啊 自由基这一类的物质 还有对于毒素和垃圾产生 那静脉毛细血管回收 再流入到小的静脉血管 到大的静脉血管 最终流到哪里 流到肺里面去 所以呢 自行一个气血转换 就是把二氧化碳排除 又吸收新鲜的氧气进来 注入到这个静脉血里面 然后呢 把静脉血转换成动脉血 再流到心脏里面 心脏再把它给它 推送到全身各处 这样是一个正常的 这个人体血液循环 这样的循环 它是不停的在循环 所以血液清净 就是说在整个这个循环过程当中 它清净 通常 人就不会生病 一旦呢 产生了堵塞 这个时候呢 就会诱发疾病 这个大家都一定要理解 理解 就是 大脑当中要有这样一个概念 有一个概念 第二 浴血在毛细血管里是 不能流 被堵住的垃圾血液残留物 像在下水道或排水口 位积起来 阻碍水流 或完全堵住水流的那种沉渣一样 啊 这里讲的很形象 下手感到堵上了 堵在那水就流不动 流不动你怎么办 你只有拿来一个东西 把它给什么 疏通 下水道的水才能流动起来 流动起来 所以 流不动的血液啊 停留时间久 就会形成这个雨血 它里面就 潭砸了一些毒素和垃圾啊 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然后百分之百的这个鲜血就干净的血 不亦不成块容易被棉花吸收 就是我们看了低附图 啊低附图 你看这个血 它都形成了什么 像果冻一样的啊 那个果冻一样的这样的状态 新鲜的血呢 不会啊 新鲜的血很容易就被棉花所吸收 那雨血呢 如果是大约百分之十五的话 它一般的检测法案 不能被棉花所吸收 像是什么 粘胶块 粘乎乎的 如果这个雨血大约有什么 百分之八十 占了百分之八十 在火炉面前也不能融化 像强烈的焦义一样 粘乎乎的 像豆腐块一样 粘乎乎的 用火融化不了它 就表示这个血液毒素垃圾很多 很严重 一般呢 像这种情况都是一些 成就性疾病啊 或者病程时间比较久了啊 才会呢 出现这种情况 赤裸疗法是根据病人的病情 运用特制的 证据赤裸人体的一定的血液或前表的血落 放出少量血液或淋巴液 以治疗疾病的外置方法啊 又称赤裸啊 赤血落法 那这是过去古人啊 他们在治病的时候 你看他的一些操作 操作 这个呢 你看都是拉着一个东西 再给他放血 这边也是一样 古今中 古今中的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一样 因为过去古人的话 这个科技不发达 那他生病了 他身上出现疼痛的怎么办 就是说本能的反应啊 你身上不疼了 你用手去按 或拿东西 拿尖锐东西去刺激他 这样可以达到止痛的效果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 把里面的血放出来 有什么止痛治病的作用 慢慢的就形成了这样一个赤裸疗法 你们看一下这幅图 这个血啊 你看这个血 黑乎乎的这个 就像豆腐块一样 黏乎乎的 这就是淤血啊 淤血 那新鲜的血就不是这样的状态了 新鲜的血就不是这样的状态了 这边呢 是给我们的手指的末端啊 末端进行放血啊 扫伤血 这个呢 是用马黄来吸血的 这也是一种外置法 它呢 都可以通称为赤裸法 马黄我们知道是吸血的 对吧 你把它放在你皮肤上面 它可以把里面皮下的一些血液 给它吸出来 这个呢 这属于一种外置法 古今中外 国内国外 都都有这种疗法 这幅图你看很明显 这个血都结成块了 这个淤血 就表示它这个淤毒 比较严重 这边也一样 你看它罐子 起出来的时候呢 这个血都是什么 都粘在罐口 粘在皮肤上 成条状 粘稠度很高 像这种呢 都是成就性疾病 时间比较长了 然后赤裸疗法的历史 我们做了解 以贬次级的这个贬树 便成为赤裸疗法的最早的这个起源 关于赤裸疗法最早的文字记载 建于苍杀马丸推出土的 汉薄术里面的脉法当中 确实来是以扁石治疗 臃肿的两种方法 这个扁的指的就是扁石 就石头 扁树 所以古人呢 他这个科技不发达 所以没有针 那么怎么办呢 就拿石头 给他磨得尖锐一点 在疼痛部位 或者病变部位 臃肿的地方 给他刺破皮肤 给他排斥 所以叫扁树 扁树 那最早的文字记载 建于皇宁里 如赤裸者 赤小弱之血脉也 是磨 我们讲经磨 经磨 经呢 主是主干 就是人体的主干 也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主那个大血管 磨呢 磨脉 就是主干分离出来的脂脉 也就是我们讲这个小血管 或者毛起血管 你这样去理解 就更容易去理解它 那完成者出之出恶血液 晚成就是说这个病啊 成就啊 时间长 患病时间很长了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出恶血 就是把这里面的脏血淤血给它排出来 扁明确的提出赤裸放血可以治疗 什么癫狂呀 头痛抱烟 就突然不能说话啊 热 热传 愁血等 相传扁确在百慧穴放血治愈 国太子失觉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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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扁确啊 就是他是在那个年代就叫游医 就是拿着一个木棍上面写的那个什么致病啊 医写的一个医治 然后到处给人看病 那么他游历到什么国国这个小国家 把听国国人说国太子怎么失觉就死了 失觉这个觉就是昏迷休克意思 这个病症相当于现在的休克 他们国家的人民都以为太子是死 后来华佛这个扁确呢 就去要要要要要要求给太子看病 那国国国王啊 国国国王 就同意了 他说反正人死死马当活马医吧 然后华佛的这个扁 扁确呢就发现他们并没有死 那这个时候呢他就给他治疗啊 那百慧穴放血 然后针灸呀推拿呀 结果把他给什么治好了 治好了啊 这是一个传说啊传说 也就是说他呢 这个利用百慧穴放血可以什么 洗脑开窍啊治疗这个种突发疾病 突发疾病 然后就是华佛啊用针刺放血治疗曹操的啊 头疯症 头疯症 啊这个是有明确记者 但是呢曹操由于这个头疯病时常发作 间接性发作 所以老子治不好 后来华佛就要给他做开脓手术 结果曹操就疑心比较重 认为他要害他 然后就把华佛给杀了 这是后话啊 也就是说我们呢这个赤裸疗法都可以治疗这些疾病啊疾病 这句话呢怎么理解啊怎么理解 就是这个邪新客就是病邪新来的啊新来的客人一样啊刚患刚患病邪 融融就是融融啊 那个血液就是就是说在身体的某一部位啊没有定处啊也不知道今天在这里明天在哪里可能明天又疼痛在这个地方就没有定处未有定处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啊刺其出血啊其病例就要放血在他的这个患病的周围给他放血其病例就可以立即见效 立即见效 中医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去疯先活血血行疯至灭 就是说去疯要想这个这个外邪贼疯啊就是病邪要想让他去除掉就先什么要先活血血行疯至灭血液运行起来以后呢这个疯自然的嘛就消失了 为什么消失因为他没有什么没有定处不能停留他会随着外这个血液的排除随即而解除所以这个就叫什么解表解表 sturnei 然后 然后将从政血汝门是清目击付投风出血 懵疾于而言认为什么出血之宇之发汗 明パソirty 啊十同啊 就是发汗 我们知道发汗怎么叫发汗 你感冒了 过去过去 八九十年代 医疗条件不好的情况下 普通家庭有人感冒了 那长辈会怎么说 常常躺着 都盖了几床被 无疑我发发汗就好了 发发汗就好了 这个呢道理是相通的 发汗通过体温升高发汗 身体汗液排出来以后呢 那个就是风寒之血随之什么外排 所以春雪就是赤裸换血的道理啊 是一样的 就是治疗的原理是一样的 虽然操作方式不一样 但是呢 实际上治疗原理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为了目的就是把外邪什么 给它排除体外 第二个呢就是泻热 自虐疾发热 自虐疾发热 可取竹阳明未经之冲阳穴 放血以泻热 如树润赤虐约虐发 身方热赤腐上动脉 开启空出其血 吏寒 就虐疾发病啊 以后呢身体会出现热症 发热体温会升高 那这个时候是哪啊 附上就是竹背啊 竹背的最高点 那个位置呢 有一个小的动脉血管 竹背竹背的最高点 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冲阳穴 然后呢 开启空 开启空就把里面的给它雪放空啊 出其血 那这个时候呢 会吏寒 都感觉什么啊 身体会有 就自我感觉会什么 有寒凉 就有就是体温下降的这种感觉 变凉 含凉 力含 啊 这是泄热的一个作用 以前呢 做我做过一个 给学生做过一个实验 在我们足大指和二指之间啊 这个位置 以及我们的膝盖下方这个位置 斜刺啊 斜刺向胃的方向 斜刺两针 斜刺拔 它慢慢从脚下会有寒凉的感觉 往胃里走 啊 胃里走 这种都属于什么 卸热 卸热啊 把体内热给它清除啊 这个原理上都是一样的 它是在竹背啊 竹背 最高点的冲凉血 放血 可以轻微热 就是达到这样一个卸热的作用 凌疏热病 还有用曲子慢 放血 卸热 至热病 精狂 致 的记载 真次放血后呢 可促使 卸热外卸 或减少血中的卸热 使得体内的阴阳平衡 到这样一个 腿热的作用啊 那清热的话我们 最常用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大锥穴这个位置 放血啊 放血 你看那个图片上面 基本上都有这个位置放血 啊 打锥 我们的猪条阳经在这里 语度卖交汇的地方 所以卸热的情况下呢 一定要用到这个穴位 卸热 第三个呢 就是止痛 悦用赤落疗法 可治疗神经硬头痛 关节痛 做过神经痛等 啊 结石脚痛 脉管炎 剧痛 蓝尾炎 腹痛 等等啊 真是放血后 疼痛可明显减轻 或者消失 啊 这个呢 是非常好用的啊 非常好 尤其是这个放血止痛啊 非常的快 非常的快 他痛就是因为 他痛的位置里 皮下的组织内 血液产生了什么 淤堵 所以我们在那个位置 给他里面的淤血 就不通畅的地方给他 呃 放出来以后呢 痛快就流疼了 所以疼痛也自然就解除了 第四个 有震惊的作用 那之后放血有震惊安神的作用 临床观察到治疗狂躁 精神疯液症 或者失眠 疑病 破伤疯 癫痫等疾病有一定的效果 这种作用可能是通过里血调气通达经络 是丈夫气血合调 啊 恢复正常的胜利功能 说 癫狂病中医认为多因情治负育 啊 引起 啊 引起 朱丹西说 血气冲合万病不生 亦有佛育 朱 啊 那个朱病 生烟 朱病生烟 什么意思 哎 就是说人一有什么心情郁闷 压抑啊 生气啊 这种 情治不畅 就会怎么样 朱病生烟啊 尤其成年人 基本上很多疾病都是由于情治不畅 说诱发疾病啊 诱发疾病 所以人家放血的话 他有什么 通过放血呢 能调理我们的什么气血啊 通达我们的经络 使得丈夫呢 气血合调 这样渐渐的达到一个正经安神的 这样一个作用 一个作用 然后 第五 萧总 那树问 谬斥论 仍有所 这个 堕罪 恶血流停 凌书啊 受邀刚柔 久必不去生者 皆为经络受损 气质血鱼之症 啊 均采用放血法治疗啊 说明呢 该法能够活血化于 风落 消肿的这样一个目的啊 就是他消肿的这样一个作用 然后 第六 急救开窍啊 赤罗放血的急救作用 向为 古代医家所重视 民间流传也较为普遍 如众鼠 惊觉 沙阵 昏迷雪 来生遭毒蛇 咬伤 等急症 经真次放血疗法后呢 险情 惨可 立即 解除 啊 所以这 哦 我们刚才讲了一下这个众鼠 啊 众鼠 那空调工人在 在夏天啊 高温的天气下面我室外都达到 四十度 三十九度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种高温的气温 气温下面呢在室外作业安装空调 他很长时间暴露在这个呃 强烈的阳光下面照射 时间一久他大量的发汗 慢慢的就会什么人就会 昏迷不息 而体温升高大量的发汗 这个时候就叫中暑像这种情况 我们都可以急救 因为体温升高 身体呢外排发汗 你这个时候给他放血 比如说这个曲折穴啊 曲折穴这个位置给他放血 那血放出来以后呢 也就是把他的体温会下降 把体温会下降 整个丈夫慢慢会变得平衡 这个人慢慢就苏醒了 这就是急救的作用 你要惊觉突然的什么 人修课了 我们知道可以掐人钟 其实也可以什么啊 在人中放血 他的作用都是一样 用于急救开窍 急救开窍 所以啊 这第六个 吃了放血 有急救开窍的这样一个作用 但是呢 原不如果是有原发病 比如血压升高的 还是因为其他疾病引起的 啊 你还要治疗其他疾病 吃血 疗法 他只是在应急的情况下使用 该有 该有其他疾病的 还得治疗原发疾病啊 这个要注意啊 第七个解毒 那吃了放血有解毒消炎的作用 因一些感染性疾病如急性的乳腺炎 急性的蓝萎炎单独啊 等等 吃了放血治疗可促进严肿消散 直接在红种处针刺放血 使毒血呢 水血排出 啊 毒舌咬伤力机 在伤处针刺出血 可使毒液外排 感情中暑的症状啊 解毒啊 解毒 如树问长次结论说 赐腐庸者 赐腐放 赐庸大小大生且赐 啊 赐大者呢 多血呢 小者呢 生之 这是对解毒的一个作用 啊 这个呢 临床当中用用放血来解毒 用的少啊 用的少 这个只能作为一个了解啊 也论了解 尤其是皮肤病 靠刺这个刺血来治疗的话呢 有一点牵强了啊 所以说我在这里说 您只是作为一个了解就行了 那毒 比如说毒舌咬伤 你给他放血 只是来减缓毒液流向心脏的这个 速度啊 啊 争取更多的时间 就把患者送到这个医院去 毒舌咬伤 你靠放血来来来来解毒的话 那不现实啊 因为咬伤以后呢 毒液会随着血管流入到心脏里面 所以我们放的时候放血的话呢 毒液会减缓向心脏的流动 然后化于消症 急剧是腹内结块或长或痛的一种病症 真假急剧的这个病理变化实质是气质血鱼 吃货放血可以疏通经络调 创气血的诗 气质血鱼的病例变化 典型或消失 而起到什么 活血化于消症这样的作用 啊这个症呢就是结块啊 就结块 里面体内长了这个肿块啊 或者有一些其他的软组织结块了 那这种叫症 啊他有化于消症的作用 就是里面长了硬块 比如说你这个肌肉里面长了硬块 我放血啊 活血的过程就可以什么达到这个消 斜块的这样一个作用 但是这种呢 一般来说 疗程要长 疗程要长 赤裸放血的生剧啊 古代就是分针破针啊 现在呢常用这个粗豪针 三轮针 小眉刀 皮肤针 然后手术 尖头刀啊 以及呢注射针等 啊 使用现在的这个工具 应用工具呢 特别的多 特别的多 那我们一般来讲呢 用三轮针 啊或者呢 这个 柴血针用的比较多 啊 我在临床当中用最多的就是这种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柴血针 这种使用的最多 因为它比较的细小 容易什么破皮放血 三轮针的话呢 三轮针 针头要粗 要粗大一些 而且呢 破皮 的这个过程会让患者非常的疼痛啊 非常换动 但是有条件的情况下 你可以先给它 皮肤上先涂一些局部麻醉的这些药膏 啊 然后再放 这样呢 不至于太过于刺激啊 造成 患者心里的巨大的恐惧 三轮针针是由不锈钢制成 分为粗细两种 然后针尖部位有三面三轮 十分的封密 粗针长 7到 啊 7到这个10厘米大约也就这么 这根笔那么长啊 然后针柄直径是 两毫米 适用于四肢躯干部位的放血 大针是和我们驱干四肢 那细针呢 长约5到7厘米 然后针柄直径是一毫米 它只适用于什么 头面部 然后是用我们的手足啊 手足四肢 手足放血 啊 这个就是三人针 你看它是三面三轮 三角形的啊 三面三轮 所以它这个针头是比较的大啊 比较大 所以这个时候放血是比较痛的 比较痛的 所以我建议初学者们一般都用这个 采血针啊 采血针来用 来进行操作 这个针扎 你如果技术不到位的话 你你会扎的患者痛的受不了 他直接跟你说不扎了不扎了 我不扎了 我受不了 可以给他心里产生巨大的坑 感觉感 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注意 这个这个就是我们放血 常用的这些这些几种针 然而针释钱的准备 第一个 思想准备 思想准备 分两个 一个就是你自己的思想准备 就是说你你不要急躁 然后呢 心 就是心 心里面要平静 平静 不能在急躁或者烦躁的状态 生气的状态下给你扎针 因为你扎上去的话 可能会什么 造成患者他能感受到你的手法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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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困难啊 你的状态好才能给患者带来什么 较为 这个 平稳的状态 第二个思想准备主要是在患者方面 一定要提前做好什么情绪上难复 如果这个不疼啊 就选很快 不疼 所以你要安抚好患者 第二个 针具的选择 根据不所在的部位 如果是躯干 你用出一点的针 如果是四肢头面 用细小的针 这个是最基本的 选择上面 第三个体位的选择 体位选择建议大家放血的时候尽量能趴着或躺着了 就尽量趴着或躺着 因为人在趴着或躺着的状态下 若微的状态下呢 人人的这个 情绪啊 心理状态也是最平稳的 你让他站稳或者坐着的时候 他这个时候呢 会很紧张 因为他他能 有的时候他会不自主的去看你 拿针去砸他 所以心里会产生巨大的紧张 恐惧感 就是针具的消毒 针具一定要消毒 如果你用了一次性的呢 就不用 然后皮肤 你的手的 患者的 针刺部位的这个局部 都要进行严格的消毒 以避免把引起 感染 持针的姿势 一般以右手出针 有母狮两指 捏住 针柄的中段 中指指腹 仅靠针体的侧面 露出针尖 两到三毫米 你看这幅图 这是我们的 啊 三能针 拇指和食指这样 捏住 针身 靠下方一点 靠针尖的位置 然后这个中指呢 贴着针尖的位置 露出一点点针尖 就约两到三毫米露出 这样会把针捏得比较紧 这个无名指 你可以在 呃 中指的后面 抵住这个针尖 啊 这样呢 捏得很紧 拿针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针捏紧 你不能拿捏松 啊 一定要捏紧 就是下针的时候那种 不过果断 啊 决绝的感觉 一定要非常的明确 瞬间的吃进去 你不要犹豫不决 犹豫不决慢慢往里 往里扎 那患者被痛的受不了 啊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这是握针的知识 四种操作法 一般点刺法 刺落法 闪刺法 和挑刺法 那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就是 点刺法 呃 基于点刺输血出血 会挤出少量的体验的方法 真之前在点刺部位上下用手指 啊 将点刺处呢 推案 比如说这个受伤血点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位置 先用手给它搓揉一下 因为你这样推案搓揉 他皮下的血液循环就会加速 啊 血液循环加速 那刺的时候呢 就能放出来血 使血液积聚于什么 点刺的部位 常规消毒后呢 啊 然后左手的母十指固定在针刺的部位 右手呢 这个 这个 十针啊 支刺两至三毫米 快进快出 点刺后采用反复交替 挤压 疏张啊 针孔的方法 使出血液树低 或挤出体液少许 右手捏肝棉球 将血液或者什么体液及时的插去 为了刺出一定量的血液或体液 点刺血位的深情 啊 太浅 就刺的要深一点 刺太浅 放不出来写 多用如指 啊 指指某耳端面部耳部的血位 如井穴 十轩穴 印堂 传组耳肩饼 陶体 啊 四分的血位 简单的讲一下就是你看 比如点刺这个哨伤血 由手在这个位置实际上搓揉 啊 搓揉 所以完以后他不是 这个地方温度升高吗 血液循环就加速 那你另外一只手 在这个位置这样给它固定 固定住 然后这个手拿着针啊 拿着针 捏紧这个针体啊 啊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握针的方法 然后在这个位置瞬间呢啊 刺进去 快进快足 进去一出来 啊 就可以了 然后 用你的另一只手这样挤压 挤压这个针眼这样来回的搓 推皮肤来回的搓挤 让那血慢慢的都出来 出树底血 这是一个点测法啊 基本的操作 基本的操作 然后第二个呢 赤裸法 是病所的较深较大静脉 放出一定量啊 血液的方法 想用橡 橡皮管结扎在针刺部位的上端 进心端 就靠 离心端 越近的部位就叫进心端 是相应的静脉进一步呈现局部消毒后呢 在我们的左手按压啊 左手拇指按压在背刺部位的下端 右手持三人针对准 这个欲区的静脉 向心挟刺 就往心脏的方向啊 往心脏的方向 挟刺 血述出针 针刺深度以针间中银维度 让血液自然流出松干橡皮管 在出血停止后 以无菌干面球按压针孔 啊 便于75的这个酒精面球呢 清理 创口周围的血液 本法输血量较大 一次治疗可出血 几十甚至上百毫升 多用于走窝啊 裹窝部位 这个指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裹窝 就是膝盖后面的裹窝 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 这个是我们的膝关节啊 的裹窝 比如心肝扭伤或者腰痛 在这个位置 就是锅窝 维忠穴啊 维忠穴 那一般你就拿这个针啊 在这个位置呢 先消毒 消毒完以后呢 你可以 给他先这个位置 结扎啊 这个 奔带 然后呢 斜着往上吃 就是快速的进去 啊 然后呢 你就可以定个罐 这样呢 他出血量比较大 他的腰痛很快就会缓解一下 啊 这个是对我们走窝的方式啊 你看他在上面这个位置先扎上一个 啊 然后呢 对准这里面的这个静脉血管啊 快速的刺进去 然后呢 快速的出来 然后血会刷刷刷的流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及时的把流出来的血给他 凑理掉 散吃法呢 是在病变的局部机器周围进行连续点刺 是来疾病的方法 局部消毒后 给你病变部位的大小可连续 垂直点刺 10到什么20针以上 这个记住啊 10到20针以上 啊 由病变外缘 环形向中央点刺啊 促使余热水肿啊 农业呢 你排出啊 你排出散吃法 啊 讲直白一点就是 我拿着这个针啊 比如说这个膝盖的位置啊 肿胀啊 肿胀了 我拿着个针在这个位置快速的这样散吃 比如说这个病变的部位在这个区域啊 我这样吃 就密集型的 由外围向中心汇聚这种点刺 就是刺的 刺数比较多啊 属于密集型吃法 啊 这种呢 属于散刺法 所以刺的时候一定要快速果断啊 这因为 因为几十针下去就是几十次的疼痛 所以一定要注意 然后挑刺法比较的难 难掌握啊 对于数学者来说你可以了解 至于操作呢 就 等你以后技术熟练了再操作这个挑刺法啊 他是用手按压四周部位的两侧 然后呢捏起皮肤把皮肤捏起来 使皮肤固定 用手持针迅速持住皮肤一到两毫米 随机呢将针身倾斜在挑破的把皮肤 使之出少量的血液或少量的粘液 也有再次入五毫米左右生 将针倾斜并使针尖轻轻的挑起 就是挑断皮下部分纤维组织 然后出针 然后覆盖 覆盖 肤料 涂上那个药物 直白一点把这个皮子捏起来 针扎到里面 然后给它再扎进扎进去以后呢给它挑 挑刺 把里面的 肌纤维给它挑断 或者有筋给它挑断 是这样一回事 就类似那一种小针刀的操作方法 非常的疼 非常的疼 所以这个技术含量比较高 大家呢就是作为一个了解就可以了 了解可以了 那这里面着重要掌握的呢就是我们的点刺法 点刺法 首先 你最好呢 要给人放血的话 用我们的这种 啊 踩血针 这个叫踩血针 它呢 针尖啊 针尖就这么一点点 啊 两三毫米这么一点点增尖 你捏紧它以后呢 对着穴位啊 对着穴位 对着 比如说这个扫伤啊 放血 你快速的翻了 快速的刺进去 然后快速的出来 就是瞬间的一点一下 一点一下 你看到医院里面给人采血的时候 刺我们呢 一般都是在中指的尖端这个位置 刺一下 然后把这个血捏出来 对吧 方式是一样的 这个点刺法跟方式是一样的 对于初学者先把这种方法掌握 这种方法掌握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手法 手法 那好 我们呢 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课后呢 大家回去再好好的温习一下 温习一下 我们呢 今天就课讲到这里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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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